今天的目标 今天第一个就是把上个礼拜的资料是固定的 来源资料固定改成可以改变日期 然后取得不同时间的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把原来上个礼拜的那个折线图 本来是一栏的 把它改成两栏 但要改成两栏其实是真的有点稍微复杂一些些 变成说你要考虑到说 什么时候放左边什么时候放右边 那更不要说将来如果三栏的话 所以当然这个其实只是想出来 那我的习惯是反正就想个办法 让它可以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上面 然后可以阶段性的来去try 所以我刚刚是先做出美元的位置 然后再人民币位置 然后可是后来发现 那个人民币的位置呢 它最后好像会变上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 其实我改了一个地方 把k改掉而已 所以k原来的公式本来是那个什么 本来的公式是这样 本来是i i-1乘上 有没有原来的 刚刚的原来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k主要应该是k发生问题 就是k它可能没有按照我要的 它变成说呢 反正只要输出一个栏位 它就跳下一列 那我现在需求是 我应该是希望说 当它是第一列 第一列跟第二列的时候 维持在同一列的位置 然后等到它第三列的时候呢 它才跳到下一列去 所以后来我就想个方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手脚 就是把这个公式 稍微改动一下 也就是说呢 在当什么情况下 会让它乘10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想说 可以用i什么 因为它两次嘛 所以我就想到除以2 除以2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除以2之后变0.5 0.5的话 外面其实可以再加个int int这个函数主要是什么 把这个里面计算结果 取得整数部分 所以如果当i等于1的话 然后变2分之1就0.5 0.5的话还是0嘛 OK 然后当它为2的时候 2的时候呢 就是人民币的部分 人民币的部分的话呢 那2除以这边1 那边会跳下一个 这样好像也不对 所以呢 等于是1跟2都不跳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再多一个 叙速减1就可以了 把i减掉1 减掉1之后 等于是说 从美元 美元是1嘛 1减1除以2之后还是0 0乘上0还是0嘛 那人民币的时候呢 等于2 2减1的话呢 那就1啦 就2分之1 2分之1就0.5 0.5的整数的话呢 其实还是0 那到3的时候才会跳下一个 那它跳下一个 因为除以2嘛 所以两个之后才下一个 两个之后才下一个 刚好好像就符合我要的啦 所以后来想一个方法 应该这个相对是比较简单 不过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 我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 先想一个公式 可以产生我要的那个变数值 那你如果想一想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之前有想过啦 但是可能还是要再增加一个变数 可是再增加一个变数 相对的程式会比较复杂 OK这个就是取舍问题 因为之前我又增加一个 可能R2吧 然后R2的话就是当 它下一个加1下一个加1 也可以啦 有没有 类似像那个K的概念 当它有没有 那那个方式的话呢 其实也OK 那我把这个旧的先删掉 我们来跑跑看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加一个公式 等于是把K的地方改过之后 然后呢 其实你按执行好了 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按照我要的 一个一个 去把它跑出来 不过如果假设你对于那个变数 里面的掌握不太熟悉的话 其实是可以设中断点 或按R8啦 租航去跑一下 因为这个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些 那我要把最后我写完的程式码 一样把它放 这一段 一样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在这个第七页的地方 OK 那当然后面其实也有改为跨工作表 不过因为今天没有时间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也可以看看 假设我不要放在同一张工作表的话 那我要改哪里 其实重点应该是 再加一个序齿的名称就可以了 有没有 看你是序齿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你就可以放过去 等于是说也许前面是放资料 后面是放另外一个工作表 那也许啦 这个时候当然因为宽度比较宽 你甚至可以放三个 可以放四个 都没有问题 OK 试试看 OK 试试看